同学们,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武侠电影的性别维度,一起来关注女侠形象的塑造。 我们在梳理武侠小说的部分时提到过,武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青年男性提供一个幻想世界。 同样的,武侠电影通常也是高度宣扬男性气质的,也就是所谓阳刚气质爆棚的电影类型。 武侠电影中随处可见武艺高强智慧超群的男性侠客,他们肩负着对中国侠文化的传承,对民族大义的弘扬,对家国命运的忧心,也是影片崇高悲壮之风格的传达者。 与之相比,女性总是以被征服者或者辅佐者的人物设定处于叙事的幻想边缘。 其实,八十年代之前,女侠常常占据武侠电影的重要位置,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或偏然远去或成为传统性别价值的承载者,难以对武侠电影作为男性幻想叙述的框架构成挑战。 武侠电影史上确实有一些难能可贵的以女侠为主导的经典影片,比如胡金泉的大罪侠和侠女,以及李安的卧虎藏龙。 我们这一讲就来考察一下这些影片如何塑造了独特的女侠形象。 李安曾说,我认为胡金泉的武侠电影和现在的功夫片不同,他讲述的是剑侠精神,不是打斗,现在的功夫电影只有打斗。 胡金泉的风格与中国历史有关,他用剑侠的世界讲述抽象的中国文化,引导你进入一个传奇的如画的中国世界。 如李安所言,胡金泉赋予了武侠片更多的个人风格和作者特性,提升了武侠片的艺术高度和文化深度。 在叙事方面,其冲突结构已经突破了善恶对立的简单模式,深入到了中国哲学层面的思考。 他的代表作是拍摄于1970年的《侠女》,这部影片在1975年的第28届嘎那电影节上获得了电影节的技术大奖,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武侠的起立风景。 在西方获奖的武侠电影,包括《侠女》和《雾虎藏龙》,都是以女侠为主角。 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身上以及围绕他们的叙事有哪些特征。 在对武侠小说的研究中,陈平原教授曾指出,在唐松小说家看来,性和情在女性身上都是多余,关键是看她能否杀人复仇或仗剑行侠。 明代小说中,男侠不尽女色,女侠能守真,无性无情似乎是侠客的共同特征。 这一点也在对明朝特别钟爱的胡金权的电影里有所体现。 到了清代侠依小说,侠客的结合可能是为了提升行侠的能力。 所以陈平原教授讲,从红颜祸水到妻子有用,这固然是一大进步,和女侠只是男侠的助手,而不是情侣。 作家只对他们结合的社会效果感兴趣,而不关心他们各自的情感变化。 我们从胡金权1966年的电影《大罪侠》就可以看出,他的电影叙事与其他有关女侠的叙事存在着区别。 这部电影结合了所谓旧派和新派武侠之间的特点。 我们知道旧派善用特技制造奇幻场景,而新派注重武打的真实感。 女主角金燕子是由郑佩佩饰演。 30年后她也在《雾虎藏龙》中出镜,饰演偏向反派的一个角色,闭眼狐狸。 在《大罪侠》中,金燕子并非唐传奇当中那些倚靠超自然神力行走江湖的女侠。 比如唐传奇聂颖娘的同名主人公聂颖娘,她从小被尼姑抱走,修得神功,身轻如风。 猿、虎豹、老鹰等野兽都是手到擒拿。 她的武功超越凡人,并且似有不老之术。 在《大罪侠》里,金燕子是令江湖人士畏惧的功夫高手,而她的哥哥是文官,完全不会功夫。 这一体现了戴景华老师所说的美就英雄的情节模式,使得女侠形象具有相当充分的颠覆和健阅色彩。 如同十三妹一样,金燕子展现了年轻富有活力,品德上无可指摘的那种勇武的侠客形象。 但是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产生情感的火花。 胡金泉对女侠更生动的塑造体现在其极大成之作《侠女》当中。 这部电影由香港国际影片有限公司,台湾联邦影业有限公司在1971年共同出品。 《侠女》来源于清代小说家蒲松林的聊斋志异。 但是胡金泉在故事和人物塑造上做了较大改动。 电影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一位叫《孤沈栽》的木洛书生在小镇经营自画铺与家庄老母一同过活。 母子偶然结识了自家附近废弃屯堡里新搬来的女人杨芝云,也就是片名侠女所指。 其后得知杨芝云本名杨慧珍是唐和宦官魏忠贤而被仗毙的左副都御使杨莲之女。 杨慧珍还得到石文桥、卢定安两位将军暗中保护。 他们三位遭东场追杀,沪审斋在屯堡设下重重计谋,又得到高僧会员帮助,一行人终于摆脱东场追兵。 这部电影成为真正引领时代的武侠片,结合了胡金泉将戏剧元素进行电影化运用的特色,展现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片段。 电影中的各类线索,鬼故事、谜题、政治阴谋、复仇、书生与女侠之间的罗曼斯。 我们知道书生和美女是聊灾中的一般套路,不过在这部电影当中很难说书生与女侠之间是互生情愫。 侠女为之生孩子也并非出于爱情的缘故。 总之,电影中的种种线索呢,都是围绕着侠女而展开的。 此外,电影当中还有更高层次的东西需要观众去领悟,那就是禅宗的道德启蒙。 自宋朝开始,文成的地位开始凌驾于武将之上,也就是形成了众武清文的传统。 如果说顾审斋在电影当中代表着文,而杨慧珍则代表着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顾审斋并没有在杨慧珍面前展现出任何明显的优势。 在性别角色上,侠女这部电影体现了新派武侠片的吸引之处。 杨慧珍是所有主要动作片段中的关键主角。 在所有打斗场景中,顾审斋处于边缘和观察者的位置,而打斗场景非常好地展示了杨慧珍作为侠的非凡能力。 胡金泉并没有取消侠女的神秘色彩,也没有通过人物视角来让观众更接近侠女的意识,而是在对侠女的角色的解读中加入了禅礼,使她具有精神深度,进入超脱之境。 胡金泉认为,文武如侠皆有其致命的局限性。 斗争延伸斗争,相应相寻,要想真正获得解脱,必须寻求神佛的显灵,才能让光明战胜黑暗。 我们在侠女当中可以看到这种拜佛参禅之境。 在胡金泉1973年的电影《迎春阁之风波》中,可以看到具有颠覆性的女侠角色。 她们偷窃,引诱,操控他人,跟理想化的道德情操基本无可指摘的女侠形象有很大区别。 而正是这些特质使他们更加血肉丰满。 我们可以从李安的《沃虎藏龙》中看到,他受到胡金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沃虎藏龙》根据清末明初武侠小说家王杜如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大致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大侠李木白有意退出江湖,托付红颜知己与秀莲将他的清明剑转交给贝勒爷收藏, 武侠电影的美学观念。 电影中最被人称道的是李木白与郁娇龙的竹林对决,与清宫追逐。 这个灵感就直接来源于侠女中的那场竹林大战。 以竹子的柔刃来衬托比武场景,使画面散发血液化的韵味。 《沃虎藏龙》展示了对武侠基本理念的回归,那就是寻求和实践侠义。 李安当然还加入了新的元素,通过将女侠置于故事叙述的中心, 重塑了新武侠的英雄传统,及其对正邪、善恶绝对二分的消解。 而且片中每个主要角色都是用情置身之人。 片中主角郁娇龙是一个具有矛盾性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体现了侠客的英雄气质,另外一方面也具备了负面角色的特点。 欲骄龙抗争封建伦理的婚姻束缚,偷学武功,偷窃宝剑,背叛师们和家族。 这个角色的暧昧性打破了侠客故事中善恶对立的刻板印象。 他不追随任何前辈的指引或者规训,也没有安于爱情的缠绵, 试图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 好,今天这一讲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